中文打字的输入法有很多种 我们普通常见的中文打字 大概就会有以下几种 就是手写版 第二就是苍蝶 第三就是广东拼音 第四是中传 第五就是汉语拼音 那我就 会逐样输入法 和各位详细解释清楚 基本上 这个手写版 就是最原始的一种之一 它是需要用一个软体 还有用一块手写的板 插在电脑上 有一支笔 是给你写字的 全部的操作是用手的 那个蒼蝶来说 就是软体 还有呢 你就要学那个蒼蝶马 那就是 第三呢 廣东拼音呢 也是要用一个软体 还有呢 就拼广东话 那么 第四呢 就是中传 中传是比较 一个先进一点的 打字软体 它主要就是用 那个 滑鼠 用一个 mouse 来去运作的 那么 同时呢 比较先进 比较聪明一点 那么 第五呢 就是 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 就用 这个普通的英文 keyboard 键盘 那二十六个字母 拼成的 那就 不需要 增加 这个 硬体的装置 只是软体 那当然你要学 汉语拼音法